大家应该很熟了 那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 录完之后 基本上当然第一个slide没有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你的目标储存格在哪里 应该也没有问题 J2 就是说 input就是I2 这个 然后output就是J2 那再来就是这个array 这个array的部分的话 我稍微改一下 基本上后来发现 后面这个数字呢 如果你把它改为什么呢 改为9的话 它就不输出 改为9就不输出 那比如说我今天 不输出的话就是9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把它放 这个后面两个数字 把它改为9的话 你会发现 只有这个输出 那这个是什么呢 我把它输出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输出 我先把它清除 输出的话 这个是执行起来 有没有 这个是年 那如果我把这个地方改成9 这边改成1的话 再输出 7是月 对不对 然后这个再把它改成 这个 这个输 这个把它改1 这个把它改成9 那3的话呢 日 所以基本上 年 月 日 123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要输出 拆解的是月的部分 那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边月的部分改为1 这边改为9 对不对 也是这个跟这个改为9 对不对 然后输出到J2 直接执行的话 就会是7 那如果我要输出到这里的话呢 日的话 基本上 可以这样做 其实基本上把这个 这个copy一下 然后 这边范围都一样 然后 我刚刚干脆直接从这边改一下 等一下在这个地方 这个可以改 这个是K 如果我今天是K2 对不对 然后 这边的话 日的部分 这边改1 这边改9 基本上输出的话 它会在这边 K2 对不对 然后 这个是日的部分 1 输出 有没有 就刚好在这里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放这里的话 那这个要改什么 改L 然后 然后这边要改 这个改1 这边改9 直接输出 那应该这边就会变成什么 粘出来 对不对 好 那这样子 不就等于是 我们知道它的什么呢 它的参数 对不对 那基本上呢 如果这个参数可以更改的话 那 其实我们就可以当然写一个方法 前面讲过嘛 方法不是可以传参数 那这个地方就可以改成参数传递 那再跑个回圈 就全部都跑出来了 好 所以有的时候呢 它录下一个聚集 如果你完全都不知道什么功能怎么写 没关系